从台湾花了12个小时转车与搭船 我终于来到日本赖户内海上 这座小小的真锅岛 100只岛猫 我已经期待好久了 真锅岛是赖户内海上的一座小岛 岛名只有200多人 岛猫却有100多只 岛上婆婆告诉我 虽然大部分都是流浪猫 但是猫咪干干净净的 不会带来困扰 岛名言乐的有这些狙猫一起生活 观光客都是为了猫咪而来 跟我一样带了猫罐头 不用担心哪里找猫 只要敲敲罐头 岗边十几只猫咪就会自动出现 拉开嗓门喵喵叫讨东西吃 我想起婆婆说野猫也生活 冬天天气冷总会有几只过了冬天就不见了 我在想 他们想跟着我走 还是想留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岛上 找完猫星人 我的旅程还要再继续 搭着JR西日本铁道列车 前进一个迷人的小镇 刚刚下到月台就可以看见白币黑瓦特色的装饰 提醒着我 仓夫站已经到了 使用外国游客才能购买的 JR西日本关西广域铁道周游券 范围不但涵盖整个西日本地区 甚至还能跨海抵达四国的高松站 不用特别购票 就能随心所欲在范围内自由上下车 享受一次又一次冒险旅行 抵达仓夫 当然为了老房子 老气氛而来 我前进最漂亮的美关地区 过去是幕府时代水运运输的枢纽 现在的美关地区则变成观光重镇 白币黑瓦以及仓夫川和垂柳 成为岗山地区最美的一幅画 我还专入小巷内寻找如竹堂小店 我体验了免费的纸胶带粘贴扇子活动 仓夫老房子 赖户内海的限定纸胶带 当然这些通通都要一起带回家 邻近的尔岛地区 以牛仔裤闻名 美关地区也可以感受到 这股蓝色丹宁的魅力 蓝色冰淇淋 以及用枝子花染色的蓝色肉包 一定要勇敢尝试看看 猜猜看好不好吃呢 老实说 试过一次就好了哦 在美关地区看完吃完 接着当然就是购物时间啦 买东西到阿里尔仓夫购物中心就对了 跟JR仓夫站北口直接连接 超过一百多间特色店铺 贩售服饰家具食品跟书店的宽阔无印良品 特色鲜明充满日式杂货小物的LOFT 关西知名电器行上新电机 豪卖便宜 还可以退税 大型药妆店COCO COLA FINE 把药妆一网打尽 二楼还有贩售动漫原创商品的Jump Shop 就连海贼民也会买到风 还有在地市场可以跟地方妈妈一起抢购生鲜食品 几乎想买想吃的都在这里了 更有岡山地区周边美食黑猪排洞 好吃好买好玩 让人大呼过瘾 找猫玩猫 走逛古街道与疯狂购物 途中有猫的旅行 跟我一起出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